市长亚当斯与市教育总监班克斯周二呼吁纽约州议会兑现州长霍楚承诺 将市长对公立学校的控制权延长4年 目前该控制权将于6月底到期 霍楚此前在1月份曾提议将市长对公立学校的控制权延长4年 州立法者正准备对此提案进行投票 亚当斯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对霍楚的提议表示赞赏 并指应将其纳入预算 确保有4年稳定性 同时强调加强市长问责制的重要性 亚当斯称 市长问责制将使当局能够创建通用学前班 提高毕业率 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更为重要 是否能够瞬间做出开放还是关闭学校的决定 并使学校系统和家庭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他补充声 加强市长问责制 同时允许市教育总监班克斯和他本人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 以解决系统性不平等问题 班克斯说 市长问责制使他们能够集体解决系统性问题 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 市长公校控制权最初由前纽约市长彭博支持 并于2002年获得州立法者批准 此后多次更新 法律废除了旧的教育委员会 并赋予市长任命市教育总监权力 并将教育部变成一个市府机构 取消地方选举产生的社区学校董事会 纽约市警官员证实 在与布鲁克林一个袋子内发现断支 当局暂时没有清楚与上周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有关联 警方表示 周一下午3点30分左右 地点位于布鲁克林 赛普拉斯山 福蒙特街附近的亚买加大道上 一名男性路人于一个废弃轮胎内发现了断支 疑似一条人腿 他随后报警 纽约市法医办公室将确定能否从中寻找任何线索 警方目前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 这次的发现是一周内的第二次 上周四 3月3日凌晨1点45分左右 一名男性路人同样于赛普拉斯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大西洋大道上 发现一名女性的身躯被丢弃在购物车中 据警方称 该男子看见购物车内有一个垃圾袋 往袋子里看时发现被肢解的身躯 缺少头 胳膊和腿部 尸体上没有任何识别标记 该名女子的身份仍在调查 两宗案件的发现地点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 目前尚不清楚两者是否有关联 或身体部分是否属于同一个人 纽约市和联邦多名官员日前警告纽约人 在俄罗斯网络攻击威胁加剧时 要采取积极主动措施 官员们警告 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 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参与者的 报复性网络攻击威胁越来越大 包括纽约州参议员陆天纳 市首席技术官弗雷泽 市警情报和反恐副专员米勒和市主机长兰德 于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 市内个人及企业可使用的网络安全资源 米勒表示 纽约市及其关键基础设施 面临的威胁一直很高 但当局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他指出 当紧张局势升级时 俄罗斯国家行为者 会从战术和战略上增加恶意网络攻击 以禁用可能对他们不利的系统 或对其他实体施加压力 官员们提醒 纽约个人和企业应在这个时期 采取积极主动防范措施 如使用加强密码保护账号 在其设备上下载最新安全更新 并对可疑电子邮件和链接保持警惕 官员们说 他们将寻求与其他州份合作 并获得联邦资金和当局支持 以强化纽约市的网络安全结构 纽约市消防局8日早上迎来13名女性毕业生 是FDNY女性消防员总数达到134人 是该部门157年历史上最高数字 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 有13名女性加入了纽约市消防局行列 目前FDNY的女消防员总数达到134人 占该部门1万多名消防员约1% 这13名新人得到了市消防局首位女局长 代理消防局长卡瓦娜的认可 卡瓦娜说 他们将成为所有后代榜样 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完成了兼具的课程 同样已经成为一代女性和任何认为自己 无法在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的榜样和英雄 13名女性毕业生中包括首位加入该部门的巴基斯坦女性洛恩 洛恩表示 于大学时期的一个招聘会上 得知自己将为其他巴基斯坦女性打开大门之后 觉得有必要成为一名消防员 13人是今日毕业的291名适用消防员的一部分 他们现在将加入全市的消防站 将与其他高级消防员和官员一起获得现场经验